明天将继续上演表决大战 各界呼吁在野党 一定要让国会改革竞速过关 遭到绿委飞扑席屯重摔的 国民党立委陈清辉 今天暴哭控告中嘉宾伤害跟性骚 蓝营更曝出绿营动员杯葛的内幕 民进党团为了阻挡国会改革法案过关 绿委不止飞扑压制女篮委 还暴力抢走高龄秘书长的公滚 周尔在一战前受伤的陈清辉 被控告中嘉宾伤害和性骚 不只对女性和老人使出暴力 甚至暴力阻挡院长进入异常 当天晚上还有上百位青年 包围立法院偷马蓝白黑箱 但这群青年被棋底 根本是民进党新北市 原动原来的独派黑熊学院学生 甚至还有人厉害到 连坐轮椅都能忽然站起来 而上台发言的公投户 台湾联盟执行长罗姨 根本棋底是曾月花16K 买大麻的战独正式网红 而自称差点被篮尾摔子的沈柏阳 还自曝全程都穿着防弹背心 各界炮后难道绿营 早有准备要大打异常 这群学生是真的非常非常地糟糕 就摆明了当打手嘛 看到了零九万 所以当打手就可以 不需要靠自己努力 我没有零九万 我有零四万也不错 当民进党在国会是多数的时候 他就是要数人头 当民进党在国会是少数的时候 他就跟你打破头 他简直就是以黑帮势力 民进党现在就是 事实要捍卫官员说谎的权利 所以他们就只好拼命不断地阻挡 现在听说他们什么 恶劣的手段都要弄出来 甚至可能会丢会晤 或是找一大堆民众来集结 五二一立法院又要上演表决大战 各界喊话别再拖 免得错失国会改革的关键时机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好 SG小组